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體壇廣場 我是陳大聚 Nigel 今天做我們的嘉賓 新興運動的黑豬sir 你好 歡迎你 黑豬sir 請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黑豬sir 黑豬是花名 其實小弟本身是一個中學老師 然後在教學十幾年 鬆一點的生涯裏面 發現了一些很特別的運動 平時我們教學都是藍竹牌 手語冰 一些柏類 個人 田徑游泳 但教了大概五六年之後 接觸了一些新的運動 我想是2014、2015年 當時香港興起一些泡泡足球攻防戰 那段時間 剛巧我有班朋友 就搞起了這個泡泡足球 因為我自己踢球 跟他們一起玩 在過程裏發現不單止泡泡足球 原來有很多新的運動 然後就引入了一些叫躲避盤 軟身的飛盤 然後一開始推廣的時候 發現原來 新興運動是一個叫做 學校界 體育界的一個 missing page 即是我們太傳統太精英 原來很少人玩得到 但原來一些很新的項目 很多人很有興趣玩 我們很多同學一接觸就 哇 超厲害 在這個時候 我就不斷找世界上很多的 新興運動回來 自己研究 聯絡 推廣 這樣的時候 所以就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成立了中國香港新興運動協會 裡面有老師 有社工 有很多傳統運動的教練 也有編滿運動的教練 組合在一起 那你剛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以及怎樣去聯繫到這些志同道合的人 因為大家接觸的新興運動其實都不同 有很多種不同 其實是初初是怎樣聯繫到 而變成了這個協會 其實你說過 你說到一個精髓 其實運動是關聯繫 就是關聯繫就是我們不用說話 可能一起玩 玩玩一下就會走在一起 那當然你說不同項目 比如剛才我們見到一些雙節棍的 Jerry 其實他都是我新興運動協會的一個屬會 那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因為九不八 其實運動有幾個元素是不能忽量 就是第一樣東西是開心好玩 如果不是你不開心 你不會玩的 就是你不會有一段仇微苦的念 做運動 第二樣東西就是你有成功感 就是我們玩這個運動 我有成功感我才會追求下去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原來運動不是一個人玩的 是要團隊玩的 那團隊玩的時候 甚至不單止玩 我們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呢 其實背後 我們知道原來團隊的重要 一起發展運動的重要 所以有時候我們叫做新興運動 或者其實有些可能是新了很久都未流行 其實很傳統的可能是 但是他不流行 那他們叫做小眾運動的時候 那他就發覺原來新興運動這個範疇 可以包得到大家一個平台 可以叫做Win Win 可能我推廣這個的時候 我旁邊放一個counter 就介紹一下另外一個 那因為呢 原來呢 運動呢 是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的Mortal 就是那個叫做 叫做 口號 叫做Sports for all 因為 因為我們經常說 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真的沒有全民運動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奈過場地 我想去做運動 你會發現什麼事 原來被人預約了場 你明白 不夠地方玩 其實是 都是一個 所有的 所有的參與者 最大的問題 是有限制 但是我們搞新興運動 你不用牆 原來 有空地 就玩到 可能有一張桌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其實 有時候 叫做 突破我們的框框 突破了傳統的新興運動 即是 場地 人數的限制 器材的發展 當然有規矩 即是不會說沒有規矩 無邊際 不會的 有規矩的 有運動量 有比賽 有運動員 有裁判 有教練 變成 在 即是我都未講 其實新興運動 大部分都不是自己 在這 十五二十 整個總會 不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其實原來 很多新 即是很多愛國 其實原來都很developed 即發展很強的了 剛才我講的一堆 簡直是有傳媒追訪的 有很多直播的 有些是 甚至一些很大型的 ESPN 一些國家國營的電視台 都會直播那些 香港未有的運動 所以我們 即是 我就做資料搜集很厲害的 找一下找一下 就找了很多這些東西回來 找完回來 我們 很簡單的 首先 買不買到器材 買到就自己玩一陣子 接著之後 按上下 我們就自己去推廣 推廣 就是叫一班 有心人一起玩 就是剛才新興運動的人 大家互相玩 大家的東西 本來就沒有玩過你的行 你也沒有玩過他的行 但是 發現了新一行的時候 大家一起玩 是的 一起玩 一起研究 看看有沒有在香港 這個地圖裡面推廣 因為不是每樣都能推廣到 因為有些可能需要很大場地 都會 但是 有研究到推廣到了 我們試一下推廣 試一下建立一套系統去教學 如果 因為我們本身是獨體育出身 所以我們背後很多 叫做Professor 會去給一些 課程 給一些意見 其實我們就變成很堵 那些東西 不是我自己說自己是教練 原來背後很多系統的 安全 教學的流程 如何熱身 如何冷靜 如何冷靜 有些什麼比賽規則 如何有些策略 很多很多東西放進去 然後我們做得好 就同時間聯絡一下國際總會 國際總會 原來你們都做了些事情 不是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就開始溝通 溝通到那麼上下 我們通常就會 找一些適合的人選 去代表這個運動 所以我就做一些叫做引入者 就是引入來 去發展 發展完 那就放給大家去發展 這樣 你對這些 新興運動 在香港的發展有什麼期望 如果說到香港發展 其實 我就是覺得香港可以 是一個 新興運動的基地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 因為香港搞什麼 其實可以搞得很快 就是很簡單 我如果美國搞一個比賽 那些人可能要乘飛機來 不同區乘來 那其實 或者區本身很少人口 那變成我搞比賽 搞很多friendly 很難 但香港有一個獨特性 就是 雖然你說我經常沒有場地 沒有場地 其實我們要突出這個 突破這個框框 其實我們香港是 很多場地 為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 我們只要不要想康民署底下的場地 就可以了 OK 學校 學校可以租借的 學校可以放學生出來做運動 那學校學生做運動 我們就可以聯絡學校搞比賽 那除了一些學校的場地外 公園 一些叫做 甚至一些叫做 地產商的屋苑 裡面都有些場地 那他們都有機會開放出來 或者一些叫做 民政署也可以給些天橋底 我們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 怎麼說呢 香港其實可以孕育到很多 很正的運動 而是很多人可以很快參與 那參與到高呢 其實市場會篩選 那些人喜歡玩 那些人多喜歡玩 那些人喜歡玩 那之後呢 我們就 在這裡搞得起 因為很多新興運動 我講一個例子就是 有一個叫做家庭羽毛球 那就很有趣的 三打三 那是前面發球線 用回羽毛球場 前面有一個人 後面有兩個人 那前面呢 就可以去到後面 後面就不能上來前面 所以前面那個人就走到死 那一分之後就換位 好像排球那樣 那這個運動呢 你搜尋不到的 你打家庭羽毛球搜尋不到的 只會搜尋到我們的東西 因為原來是日文的 他們原來是一個 京都二十幾年歷史的運動 那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多牌子 就是日本M字頭 一個很出名的牌子 都贊助 是的 就是日本牌子 美津嘟的那些 那很神奇 我去到的時候 我就用日文聯絡 那當然我就 請了一些很優秀的學生 那幫我用日文翻譯 那接著就聯絡了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 他很多人玩 那天比賽可能過千人 過千人 過千人在三四個 在管道一起玩 但是你從來沒有見過 在上網流傳 為什麼呢 原來每一個國家 他都有機會有些限制 日本的限制就是 他不懂英文 是的 他原來他不懂英文 還有二十幾年 所以接觸我那班 是八百來的 所以我說香港可以 就是他很想香港幫他推動 發展這件事 謝謝黑豬Sir和我們分享的 帶領我們大把解決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繼續分享